天然紫色像粉餅盒一樣輕鬆打開 中國平台亮相首款指示摺疊機 搭載聯發科天璣9000PLUS處理器 也是台積電四奶米製程 配備四千三百毫安培大電量 解決續航力問題 重量卻只有一百九十一克 外螢幕更是與對手做出區別 三點六吋的超大外顯螢幕 可以配合自拍 點兩下 用個手勢就能夠拍照 而如果我要錄影的話呢 打開還有所謂的V8模式 滑開來切成外面的鏡頭 打開外顯螢幕呢 讓拍攝者也可以清晰 看到自己的影像 可以隨時調整儀態 除了拍照錄影 左滑可以查看行程 天氣 計時等功能 甚至導入可愛的萌寵 可以跟寵物互動 自演水滴轉軸 使用航太極的新材料 更輕巧補足摺疊機的摺痕痛點 那我們發現其實蠻多的消費者 尤其是在臺灣的消費者 他是針對這樣子 新型態的產品 他是接受的 產業市場最大對收 就是韓國品牌 已經來到第四代 共兩款選擇 螢幕邊框縮小 有更完整的使用體驗 而品牌目前掌握全球摺疊機 超過七成的市佔 中國品牌急起直追 就連巨波蘋果也不想放過 蘋果各式新機渲染圖在網路上發酵 雖然官方都沒有證實 但機器卻申請了沒有案件的全觸控專利 再度讓國粉們趕起希望 如果以我們說傳統的最近手機 在這幾年其實好像已經越來越相近了 這一季出現 你有垂直者左右者 就是以後可能要出三者四者之類的 那對消費者的話 也是一個新的購 購集的衝擊 展望未來根據電眼機構報告 折疊機市場每年有53%的年複合成長率 2024年將超過三千萬隻 渴望成為大廠營運的新動物 再學習志龍方向 無可講太不懂了